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一開始擔任來關心 桃園機場爆發了 8人群聚的案件 但是英國最新的研究顯示 打2劑AZ經過5個月之後 對抗Omicron的保護力幾乎等於0 就算打了2劑是mRNA的疫苗 5個月之後 保護力也剩下不到10% 中研院的研究員何美香 呼籲指揮中心應該要縮短 第三劑的間隔到3個月 不要等到保護力都快要沒了 才打第三劑 不過也有消息指出 指揮中心將研拟3劑的間隔 縮短為3個月 詳細的細節 預計明天記者會上就會公佈 淘機群聚確診連環報疫情 再度出現危機 也催出第三劑打氣 蠻多就是有打2劑的人 有突破感染 有醫院發現第三劑場牌 就屬莫德納最搶手 像是北榮疫苗門診 每天最多450個名額 預約莫德納BNT 而莫德納都搶先預約光 不只北榮 連三種也都額滿觀診 尤其是對莫德納 有比較高的喜好度 那我們這邊要呼籲一下 是說盡可能的 踴躍的接種追加劑 英國疫苗專家葉婷宇警告 再好的疫苗都一樣 只打2劑 5個月後 有打等於沒打 看看AZ過5個月 保護力幾乎是0 莫德納掉到10%以下 幾乎無保護力 另一份英國研究 除了證實這觀點 也提出打第三劑 可拉高至60% 維持2到3個月 中原院研究員 何美香呼籲 主委中心 隔三個月就打第三劑 不是等保護力降到0 或不到10%才接種 你要跟第二劑 隔一個月以上就可以打了 旋理的估計 大概也不會太危險 台灣市長正文燦 首次向中央喊話 防疫旅館很多工作人員 未滿5個月沒打第三劑 希望爭取縮短期程 但第三劑間隔 是否縮短還要討論 我們這個禮拜 應該會有相關的一些 決定出來 那到底決定怎麼樣 我們要尊重 專家的一個判定 根據統計打兩劑間隔滿三個月 截至上個月底有260萬人 截至1月底有768萬人 傳出主委中心 沿你三劑間隔 將縮短為三個月 相關細節 預計週五公布 九州天前要詳於SNG台北採訪報道 九州天前要詳於SNG台北採訪報道